現在這個北台灣出現了降雨的空檔 不過是不是從中午開始要注意了 雨又要來的呢 哪些地方要特別小心 氣象時間交給淑莉 好了 今天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中午好 中午會看到淑莉表示 一定有重要的氣象要來告訴大家 那麼不要被現在外頭的太陽給騙了 告訴您 現在其實東北角已經在下大雨了 事實上整個天氣依舊都是不穩定的 雖然今天上半天還是出現了空檔 甚至還出現了太陽 但是您可以看到 在這個雷達回波圖當中 整個水氣主要現在集中在海峽這一邊 然後現在開始有一些熱力對流作用了 所以空檔其實很快也即將要結束了 目前從石雨量來看的話 在宜蘭投城現在雨就相當大了 石雨量來到了22毫米 另外貢寮這邊也有17毫米降的一個石雨量 還有就是在金門這裡 現在其實也有6毫米的石雨量 所以我們要特別提醒了千萬要特別留意 雖然目前只是東北角這邊還有金門在下雨 但熱力對流出來之後 今天各地依舊都還是會有五候雷震雨 甚至北台灣特別要小心 怎麼說呢 我們從衛星雲圖就要帶大家一塊來看看 整個環境場上面今天低壓帶還是持續在影響 那麼南部地區你可以看到今天降雨明顯跟前兩天比較起來緩和了不少 那麼最主要是因為除了低壓帶之外 那麼前兩天影響這個南部地區 主要的這些南方雲系所帶上來的水氣已經被太平洋高壓給推到南海一帶 所以今天南部地區才會出太陽才會降雨緩和 可是在北部這邊不一樣 因為現在有沒有看到在北部的陸地就有一道封面 這封面還沒離開 那麼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環境不穩定 尤其午後對流出來之後 雨就一樣會下得相當劇烈的 我們從雨區預報就要來告訴您了 整個降雨時間點的一個分布 尤其什麼時候雨會開始又下下來 今天上半天您可以看到事實上雖然局部地區有雨 但是都算是進些性的短暫震雨 甚至還出現了空檔 可是中午過後就麻煩大家要特別小心 主要是午後熱力對流一發展出來之後 今天包括了北部跟東北部甚至花蓮 花蓮現在局部地區已經開始有在下了 那麼今天下半天一直到今天晚上不排除對流旺盛劇烈 還是一樣會有強降雨 劇烈降雨 因此特別提醒就是尤其在北部到東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千萬不能夠掉以輕心 甚至在離島的金門跟馬祖也都要特別留意 一直要到什麼時候降雨才會真正的比較趨緩 看起來要到今天的下半夜到明天清晨了 那麼再從這個地面天氣圖 我們也要提醒大家 那個太平洋高壓預計明天其實就會逐漸犧牲過來 把低壓帶推到大陸 但是天氣是不是在明後兩天馬上就會變成穩定 事實上就要看北部的這一道封面 因為它離台灣相當的近 明天北台但是不排除又會再度南壓 所以明天看起來這天氣也沒有預期來得如此穩定 因此未來這一個禮拜的天氣的話 我們首先要告訴您 今天因為北部封面的影響再加上低壓帶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還是要小心這種劇烈降雨 明天來看封面是會通過 但是離台灣不遠 所以天氣上來說時晴時雨 尤其午後還是要注意會有這種雷震雨甚至大雷雨的機會 到了禮拜四跟禮拜天封面都遠離了 但是東北風要增強了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還是降雨會增加 中南部還是以這種午後降雨為主 所以在今天中午這個時刻 儲力提醒大家小心的是今天下午到今天晚上 尤其北部東半部還是要格外提高警覺的 時間交給季營囉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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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